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不相信 我已经对你告别 虽然再见不容易说出 在不想整夜里为你叹息 生命斗士 回顾三十 月雷演唱会 欢迎欢迎 非常欢迎今天晚上您大家光临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生命斗士 月雷的回顾三十年的演唱会 今天晚上是一场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不简单的演唱会 怎么说呢 相信观众朋友们在这几个月在报章上都看到了关于月雷的报道 它是一个癌症的生命的斗士 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痛苦的电疗的疗程 但是它依然告诉我们它一定要完成今天晚上它的个人演唱会的这个心愿 同时更要感谢的观众朋友们您的大家光临之外 更要感谢的就是海内外的这个嘉宾 大家都不记酬劳能够拔刀相助来为月雷的回顾三十年演唱会助阵夸刀 所以说相信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月雷在早期的时候新加坡电视台有一个冠军歌王之称 我们就好好地介绍我们今天的主人翁 说起这个主人翁呢真的不容易啊 在去年的时候我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的舌下面舌头下面还含着这个药 所以他的味觉嗅觉以及他的这个整个的唱歌的感觉舌头都麻了 不要说唱歌就是说话也是含糊不清 是的 那么短短的这个六个月的时间 他为了要参与今天的演出 他密集练兵 虽然不能够达到他要求的一百分 但是我跟他说八十分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观众朋友们您一百分的掌声 对 朋友们让我们欢迎新加坡永远的冠军歌王 月雷 大家好 两年多没见了啊 吃饱了没有 没吃啊 我也还没有吃 因为呢我不敢吃 吃了等一下会打歌啊 那就唱不来了 非常开心能够见到那么多的观众朋友 虽然是台上看下去的无谓一天 不过呢感谢您今天 2009 2009 是个好日子 这首歌曲呢在 1981年 要不是这首歌曲呢 我就进不了大决赛 就没有 暗淡的约的存在 那八十年呢 我参加莉莉呼声 用这首歌曲 是一部电影主题曲 然后到了冠军 然后代表新加坡 到香港去 由张国荣来接待我们新加坡的歌手 那也成为了好朋友 那这首歌曲呢 在亚洲 第二节的歌唱比赛呢 虽然没有拿到名次 可是回来呢 我依旧用这首歌曲呢 参加斗歌经历 打入大决赛 我们一起来回味之后 非常好听的 第一年曲的一曲 叫做《脆腐汗》 两年多没唱歌 就好像一把 上个手 生了秀的刀一样 一起拿出来 摩摩擦它 那今天 状况还算OK 就是比较累了一点 因为很久 两年多没有唱歌呢 这两碗都很大的压力 又怕忘歌词啦 又怕得不到您的支持啊 您的爱护啊 给我来个喝倒彩 我就很睡不着 所以这两碗都睡不好 压力非常大 不过呢 刚才第一场的观众 真的非常非常的热情 那我希望 在座的朋友来宾 也能够今天晚上 随着我的歌曲 还有我们新加坡 一级 一级棒 古宝集的一线歌星 都是我们的本地将 能够带给您这两个多钟头的节目 这是一首犀利的歌曲 是说无论你遇到任何困难 你都不是一个人孤心作战的 就像今天晚上月雷回顾三十 他有那么多好朋友为他赶紧 问他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你们的支持 不但月雷在这里 谢谢你 两年没有上台呢 起初呢是比较有点压力啦 不过经过下午那一场的 wamp up呢 那现在呢 顶多了 那现在呢 宋商这首歌曲呢 是首在台湾出的第二张唱片 便是永远之后的 我都唱跟雨有关系的歌了 雨满下不停啊 一纸小雨伞啊 那这首呢叫做 小雨下不停 这首歌曲呢 原唱者是林书荣 那在他还没有来到新加坡发的时候 我已经在新加坡 把这首歌唱上龙虎榜了 那我们一起来回味这首比较 调皮一点很好玩的安娜 OK 那后面的朋友非常抱歉 因为 哇 如果要握每一个人的手呢 是握到明天都握不完 那在此呢 跟你说一声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see my show 我们掌声再度的欢迎 岳雷 谢谢 哇 谢谢感谢我们 Maggie 这么的来 帮助我 你们两个人在舞台上重逢 真的是好难得 上年两个人是一起去中国 去这个台湾打拼 去台湾打拼 你是第一个在新加坡的这个玉女去台湾闯出名堂的 你也是 第一个远征 台湾不简单 台湾当年都是高手 对 而且台湾新人很多 一天就出了几十个新人 大概有五十张芯片 一天 这样你在那边发了几张 八张吧 哇你还给我厉害 我发了五张 我赶快跑路了 因为好懒漏 不是因为你在新马也有很大的市场 高手如鱼 那我们的月雷在新马也是发了 将近有十八张的这个唱片 而且在这个台湾要闯出一片春天 真的不容易 因为那个时候月雷说他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妥当 他自己有感觉到 如果再这样拼下去搞不好命都拼没有了 月雷真的是吃尽的苦头 真的不容易 真的要支持他 重新站在舞台上的月雷和这个邓妙华 你们是当年一起去台湾的时候 是十多年前嘛 对不对 还是年轻的时候 我们也很久没有搭档 也很久没有见面 藉着这一次的月雷回顾三十年演唱会 他们两个人再度的在舞台上重逢 那个时候虽然唱红了很多的这个电视连续剧的主持续 世道遭阳风雨同中 你为什么怎么敢看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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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跟我同属 一间差别公司的 在苗花 三十几年的好朋友 我们不只是 兄妹的那种情感 我们还是同一个公司 同一个时间出道 对 一起到台湾宣传 对 一起住饭店 然后 房间不一样 对 然后我还常常去你家嘛 干嘛要饭店 谢谢 没有啦 去她家是因为 我们常常一起上节目 我们有有脸 是 刚刚一起上节目嘛 那她家就在电视台的附近 所以呢 那个时候是live的节目对不对 是 然后下午彩排之后呢 就要等晚上就正式录影 但是那段很长的时间呢 她怎么样 她很照顾我 她就叫 每天都叫我去她家 然后她家人很好客 都煮了很多很多的 蓝湯给我喝 所以我 是吗 真的我印象很辛苦 你没有说过那句打麻将 开台 打麻将是八度 打麻将我不要讲 因为我没有赢过她的钱 她的钱很难赢的 她是马将高手 因为我尿嘛 鸡屋我就吃的啦 怎整个大翻什么拐啊 而且喔 跟你讲喔 她们全家都是麻将高手啊 爸爸妈妈 哥哥妹妹 全部都是 哇 你讲的有一半走掉了 爸爸妈妈 哥哥 也是要讲啊 对吗 不要讲了啦 那我们就 这样 歌也唱完了 那你再继续唱 说拜拜咯 好啦抱一抱 那抱一抱再进去咯 我是福建人 OK 不过什么歌都唱了 广东歌也不知道准不准 在我唱片里面呢 这位Superstar是 已故的 成百强 说不定在我唱片里面叫做 偏偏喜欢你 那我就用广东版原始烟味的 宋靠雷 那手拼拼 披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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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 就是鳳飞 不过我轻唱几句了啊 你喜欢的这首歌 叫做《秋歌》 我就唱八句送给你 《秋歌》 参观 山翅飞翔 青山彩虾 谢谢你 其实呢 今天晚上啊 来了很多很多 倾盆汽友 同学啊 同事啊 一直劝的朋友们 那希望 我今天晚上尽量的表演 就是能够有更长的路可以走 可以实现我的另外一个愿望 就是开一个大型一点的演唱会 加油啊 好好的把他最好的一面最漂亮的一面最棒的一面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是 他珍惜美好的一天每一天都是他精彩的一天 是 接下来带来这首歌 只要明天我能够见到太阳 我就感谢天主的恩赐 恩赐 我们的祝福月雷早日战胜癌魔 我们马上来听月雷的这首 只要为你活一天 谢谢 谢谢 经过了这两年跟癌症的战胜 我更加珍惜每一天 也很珍惜我自己的健康 就希望能够慢慢慢慢地好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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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吻 谢谢 我的医生说 包你五年之内都没事了 然后现在是两年粗一点点 会慢慢慢慢好起来的 所以呢 我会向后面的朋友讲加油 但我希望呢 你们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祝大家一帆风顺 心想事成 我 loses 好 凉凉的双眼睛像那琉星 那样美那样美就是那样美 Zither Harp